女朋友得癌症了 为了凑够一百万给她治病 我每天打五份工 只睡五小时 甚至 我卖掉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掏空全家的积蓄 等我凑够钱后 我却在上班的酒吧 撞见她跟另一个男人坐在一起喝交杯酒 我才发现我被骗了 她不仅没得癌症 其真实身份还是柳星财团的千金大小姐 而我辛苦赚的钱 被她随意拿来包养小白脸 对她来说 与我谈恋爱图个新鲜 但对我来说 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为了给她赚钱治病 我继劳成疾 咳血严重 医生说活不过一个星期了 我追了笑话柳如烟三年时间 终于将她追到手 她长得漂亮 衣品好 人美生甜 关键是还能做得一手好菜 读书那会 追她的男人都排到隔壁大学了 可因为她从小家庭离异 缺乏亲情 只剩一个弟弟跟她相依为命 家庭破碎外家福地魔 其他男人望而生畏 所以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我跟柳如烟同居五年时间 她赚的钱都寄给弟弟当生活费 而我赚的钱则担负房租 水电 买菜买衣等日常开销 逢年过节 我还要给她买礼物 什么 香水 包包 衣服 鞋子 等等 虽然我的赚钱压力很大 但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满足 充满希望 她经常对我说 宝 对不起 我弟弟还在读高中 读书要很多钱 我不能不管她 我则是表现出很大度 让她不要胡思乱想 以后我们结婚了 你弟弟就是我小舅子 咱们不帮她谁帮她 谢谢你宝 有时候我们快乐运动之后 她就会莫名的感伤 包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 你会不会来找我呀 我摸了摸她的脸 傻瓜 你去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包 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以后死了也要躺在同一个棺材里 好好好 不仅死了躺一起 下辈子投胎也要投一起 她忽然愣住 连忙摇头 不行呀宝 那咱们不就变兄妹了 那我就当哥哥宠妹妹一辈子 不准你嫁人 他感动得眼泪直流 抱着我的脖子 阴阴地哭着 然后故意在我的脖子上 种下草莓 洗都洗不掉 这算是幸福的烦恼吧 我以为这样美好的小生活 能一直持续 可没想到 平静的日子 会被一张病危通知书给打破 他给我做饭的时候 忽然昏倒在厨房 等我将他送进医院后 等来的是一张癌症通知书 他的生命 开启倒计时了 我颤抖地坐在病床外 大男人眼泪不停流 遭到小孩的嘲笑 癌症这级重拳 直接砸垮了我们的小家庭 手术费用需要一百万 但我拿不出来 这一刻 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没用 我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 叶时玉 你他妈就是废物知道吗 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算什么男人 我脑海中 忽然就想起了种种往昔 时玉 我要去鼓浪雨吹海风 要去西双版纳奇大象 要去道成亚丁拍美美的照片 最后 我还要跟你生可爱的小宝宝 我哭得气不成声 我们那么多美好的计划 却还没来得及实现啊 麻省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医生告诉我 时间不等人 必须立刻做手术 于是我卖到了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还借走了他们全部积蓄 最后 我向银行带了一大笔款 勉强凑够手术费 手术之前 我跪在病床旁边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 哭成泪人 宝宝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手术费我已经帮你凑够了 你安安心心地做手术就好了 柳如烟露出凄惨的笑容 摸了摸我的脑袋 石玉 你的钱哪来的 我不想说 免得让他担心 但柳如烟非要知道 我无奈之下 只得全盘拖出 柳如烟美眸中闪过惊诧 眼眶红了 石玉 我对不起你 你把房子卖了 还拿走你爸妈养老金给我治病 我真是个坏女人呀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拼命摇头 紧紧抱着她的身体 不 你不要这样说 我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柳如烟眼眸动容了 她抽气着可爱的小鼻子 带着哭腔的声音 老公 你能跟我求婚吗 我终于等到人生最幸福的时候 甘息下跪 向她求婚 我的人生 终于圆满了 但 一天后 由于我背负巨额贷款 逼得我一天干五份工作 白天我在工地搬砖 餐厅洗盘子等等 晚上我就去酒吧当服务员 可当我推开一间豪华总统包间时 我却看见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 柳如烟 她正在跟陌生男人喝着交杯酒 新世界酒吧 这可是全江城最贵 最奢华的酒吧 而豪华总统包间 最低消费就是88888元 此刻 柳如烟穿着一袭性感暴露的红裙 迷人的苏兄半露 脸上的妆容精致而高冷 仿佛一朵高领之花 在她的身边 围着五六个年轻帅气的富二代 这些男人我都认识 全是酒吧的常客 我的三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平日里 温柔娴淑的柳如烟 摇身一遍高冷女王 在她的身边 紧靠着一个有些小红的男明星 两人当着我的面 喝了一次交杯酒 男明星说道 如烟姐 谢谢这些年拿钱为我铺路娱乐圈 这杯酒咱们喝交杯 你永远是我姐 另一小白脸用调侃的语气 刘姐 听说你还跟那普男谈恋爱呢 她还不知道你拿她钱去养其他男人吗 还是刘姐有手段 演一场重病来逼她分手 又一人笑嘻嘻着 我可听说了 那男人痴情的很 又是卖房又是贷款 还榨干父母的积蓄 这男人可真专一啊 要不是我是男的 我都想嫁给他了柳如烟 扫了眼这些人 他淡淡说 我跟他就是玩玩 等腻了就把他甩了说完 每一个男人都心甘情愿 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然后推到柳如烟的面前 刘姐 愿赌服输 你真牛 陪一个这种底层男 玩了足足五年时间 要我可下不去嘴如烟姐 老实说 你不会真喜欢上她吧 你可是柳星财团的千金大小姐 她就是一底层打工人 你们的身份差距太大 这辈子她配不上你的柳如烟 听完后 浅笑一声 行 等我找理由把她甩了 我再重新找个男人谈恋爱 套房里一群男人激动起来 纷纷挤在柳如烟面前展示自己 姐 选我 我是小奶狗 姐 我是小狼狗 汪汪汪 瞬间 我感觉脑袋的血管都要爆了 我花了三年去追 用五年去疼的女人 为她我付出一切 甚至背上巨额债务 到头来 我竟然成了她跟一群富二代嘴里的谱男 底层男 我对她始至不渝的爱情 到头来 竟然只是他们之间的一场赌约 我再也忍不住了 脑袋上已经青青草原一片了 我猛然推门而出 当着所有人面摘下帽子 脱下口罩 柳如烟吓了一跳 老公 她立刻收起亲密称呼 赶紧改口 叶时宇 你怎么在这 我露出宁孝 我在这上班啊 你说我为什么在这 倒是你 跟我说你在家刷具 没想到你刷具刷到跟别人喝交杯酒了 呵呵 柳如烟 给我戴绿帽子有意思吗 你一个堂堂的柳星财团的千金大小姐 耍我这个社会底层男五年时间 你从不缺钱用 但却肆无忌惮地花我的钱 对你来说 钱是数字 但对我来说 钱是活下去的希望 你这个渣女 我真看错你了 哗啦啦 包厢中一群男人全部起身 各个眼神冷烈地盯着我 他们手中已经拿起红酒 随时要朝我脑袋上招呼 小明星讥笑道 原来你就是如烟姐的废物男友啊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敢在这个包厢大吼大叫 信不信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此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柳如烟 你最好现在给我个交代 一句男人文言 愤然上前将我围起来 都让开 柳如烟的声音那样熟悉 但又冷得不尽人情 他朝我走过来 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眼神宛若看着一件垃圾般 叶时宇 我本来还想着 如何不伤害你自尊心的前提下 告诉你真相 但现在看来 你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那就 这样吧 我怒不可遏 眼眶心红 什么意思 什么叫那就这样吧 柳如烟 你给我说清楚 柳如烟优雅地转过身 露出洁白光滑的后背 他留下一句最冰冷的言语 丢出去轰然间 我被一群男人拳脚相加 疼痛让我肾上腺素飙升 我不断反抗 这群人都是富二代 胆子极大 拿起红酒瓶往我头上砸 顿时 我被砸得头破血流 头晕眼花 我被人抬着 离开了包厢 在我彻底闭眼之前 我隐约看见了柳如烟的眼神 他再看着我 这一刻 他会为我的流血而心疼吗 应该不会了吧 我心如刀脚 眼泪和血液一同落下 这么多年的真心 终于喂了狗 我被扔到了酒吧外面的草丛旁 这几个富二代在我身上撒掉后 扬长而去 晚上的风很冷 真的好冷 我大概是要 死了吧 有人说 人死之前 往事会像走马灯一样 在面前划过 我看见了第一次 我见柳如烟的时候 他穿着素雅的白裙 扎着细长马尾 在湖畔柳树下 朝着我明媚一笑 至此 他成了我心中 挥散不去的白月光 后来我们幸运地成了同桌 我买了一杯奶茶 他说口渴了 一把拿过我的奶茶 用我喝过的管子 他看上两个发卡 问我哪个好看 我选了粉色 他买了粉色 校园的长庭下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人潮涌动的寺庙中 我们第一次牵手的地方 大年三十的烟火声中 我们第一次拥抱的星空下 摩天轮的最高处 响起了我的告白声 电影院的高潮处 他的头靠着我的肩膀睡眠 廉价的出租屋内 我们第一次坦诚相见 激战到天明 抱 我今晚要给你做我心学的大闸蟹 我最喜欢的就是吃大闸蟹了 秋风起 蟹黄肥 我以为秋天会是收获的季节 但我却忘了 秋天也是凋零的季节 我本以为 今天我会辛苦工作一天 能做到他亲自做的大闸蟹 没想到却在酒吧的包厢中撞见 他在跟别人男人喝交杯酒 我更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他跟别人的打赌 他们拿我当赌约 就赌柳如烟 会不会跟我谈五年恋爱 哈哈 哈哈 我悲伤到极点 忽而放声大笑 笑声中无尽苍凉 痛彻心扉 终于 我一时一黑 彻底的昏死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 已经是两天后 我身上插满管子 旁边一气显示我的心跳 暂时脱离危险 夜时雨 你终于醒了 我慢慢睁眼 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刘姐 我还活着吗 傻小子 你肯定还活着呀 我从酒吧赶出来的时候 发现你身上冰凉的吓人 一度没有了呼吸 我第一时间给你送医院 医生说要是再来晚点 就可以直接送病医馆了 我面容憔悴的笑了笑 谢谢刘姐给我讲了的笑话 刘玉是我在酒吧工作的经理 平时工作很照顾我 这一次他又及时救了我 我又欠他一次大人情 为什么说又呢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晕倒了 刘玉预言又止 夜时雨 医生说了 你身体透支的太狠 身体器官衰老的 像七八十的老头 你不能再这么拼命 必须要好好休息了 我苦笑一声 刘姐 我知道我身体的问题 但我每个月要还一万的贷款 我 听不下来啊 刘玉说会帮我想办法 让我好好休息 而我知道 我的身体已经快到尽头了 这就是过老死引起的心梗 如同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爆发 我 活不了几天了 我选择出院 因为每住一天 就要多付一天住院费 我付不起 等我艰难回到简陋的出租屋 在脏乱的走廊中 昏黄的灯泡在轻轻摇曳 灯下站着那个青春美丽 楚楚可怜的女孩子 柳如颜一见我 眼眶都红了 夜时雨 你这两天去哪了 我打电话你怎么不见 平时你都秒接的 我的心早就因为那夜的事情 烧成死灰一片 呵呵 尊贵的柳星财团的千金 怎么要来关心我这个底层普难的生活了 柳如颜一失语色 表情又怒又无奈 他一下看见我头上包扎的伤口 然后心疼到 我没打算让他们用红酒的柳如颜 想伸手碰我 却被我一下子推开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来假惺惺的搞这一套 有什么意思吗 我将内心所有的惊雷全部暗藏 面无表情的越过他 他哭着拉住我的胳膊 抱 对不起 我想跟你解释下那天晚上的事情 够了 你别喊我抱 我现在听着反胃 我愤怒地甩开他的手 一想到我们一起手牵手逛超市 一起互相嘟着嘴拍大头贴 一起在电梯人最多的时候 互相说肉麻话恶心对方 那曾经单纯 可爱 善解人意 美丽大方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好姑娘 我发誓要用我一辈子对他好的姑娘 他却将我的爱 当成了一种消遣 一件娱乐 一个无足轻重的跟别人打赌的赌约 当我想到 我给这样的女人 卖了房子 榨干父母积蓄 甚至还背上巨额贷款 我恨得想说自己挤耳光 因为我不笑 我只在乎了爱情 根本没在乎亲情 凭什么让我的父母 为我的愚蠢来买单 十一 那天晚上朋友都在 我这个人耗面子 所以嘴上说话就没打门 我眼眶心红 气得冷笑连连 所以 你就跟你的好朋友喝交杯酒 还是 你用我给你的钱去养别的小白脸 我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为了我们的小家庭 那你呢 你干了什么事情 你有为我们的小家庭考虑过吗 不 你没有 你在乎的从来都是你自己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刘如烟翘脸苍白 娇躯颤抖的厉害 眼泪速速落下 叶时玉 我真的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这次 我们就当一切没有发生 回到三天前好不好 我摇摇头 心如玄铁 而身体又不争气的咳起来了 我拿手掩住嘴 等到拿下时 赫然发现掌心有血 我将手若无其事地放进口袋中 柳如烟哭着说 叶时玉 是我以前不懂事 我贪图你对我的好 习惯你的温柔 可现在 只有你晚上抱着我 我才能睡着我后悔了那天晚上说的话了 我现在收回她好不好 分开的这两天 我焦虑 难眠 抑郁 不想吃饭 我终于发现 我真的爱上你了 而且无法离开你 时玉 你做我的戒指 我一直戴在手上 现在你真的忍心把我抛弃了吗 扑通一下 高高在上的流星财团的千金大小姐 就这样跪在我的面前 我心脏猛得一阵刺痛 眼前是我花了全部心力去爱的人儿 我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着嘴里怕话了 她就这样 膝盖光秃秃的跪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你问我心痛吗 我他妈心痛得在滴血 时玉 你爱我吗 柳如烟满是泪痕 蕴染了精致的妆容 我低着头 声音撕裂而隐忍 现在谈爱 还有意思吗 以前 你说你家庭条件不好 爸妈离异 还有一个弟弟要读书 我心疼你 因为相比于你 我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虽然我爸妈是农民 没啥本事赚不了钱 但他们辛苦供我读大学 还帮我在城里买了个房子 柳如烟美眸恶然 你怎么不早说 我继续道 我想 你的原生家庭不幸福 所以我想弥补你的缺憾 让你得到缺失的爱 就连我爸妈 也支持我像个男人一样 好好地给你幸福的未来 但是 你骗了我 逼得我卖了房 榨干父母的积蓄 还背上巨额债务 我不知道 这样的爱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爱你就是这种代价的话 那么柳如烟 很抱歉 我爱不起你 我打开了出租屋的门 将柳如烟狠心地关在门外 柳如烟在外面拼命拍门 夜市狱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 我愿意补偿你一切的损失 明天我们就去买江城最好的别墅 然后我帮你还清所有债务 然后再把你爸妈一起接来一起住 由我来孝敬他们好不好 咚咚咚 我靠着出租屋的破门 听着门外柳如烟的话 在我看来 这只是他身为柳心财团千金的一种怜悯 处于内心谴责的施舍罢了 够了 柳如烟 我早就听够了你的谎话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想当做一切没发生 若无其事地回到三天前 我告诉你不可能 因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门外安静了足足一分钟 忽然间 柳如烟情绪激动地大喊 夜市狱 你再不开门 我就把你送我的戒指给扔了 我气得胸腔急剧起伏 身体再次不争气地咳嗽起来 这次咳得更厉害 地上到处都是血 我狼狈地擦了擦嘴 此刻心如玄铁 行 你扔了戒指 扔了好啊 我们直接一刀两断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柳如烟气急败坏 将我送的手指摘下来 他刚准备扔掉 忽然间 楼道下又走来了一人 来人正是柳豫 他在医院没有见到我 打听后知道我出院了 于是赶紧过来探望我了 你就是柳如烟吧 叶石玉的前女友 听见前女友三字 柳如烟气得不行 你又是哪来的 柳豫淡默地说 柳如烟 你如果为她好 我劝你早点离开她的世界 凭什么 柳如烟瞪大美眸 就凭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一句 狠狠地扎中柳如烟的心脏 柳豫在补一刀 恐怕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吧 他每天打五份工 一天只休息五小时 为了每天给你浪漫感 他会绞尽脑汁去想方案 甚至在他昏迷住院的时候 嘴里都不忘喊你的名字 说实话 柳如烟 我真羡慕你 有一个男人如此爱你到死去活来 可你呢 拿他的爱当什么了 廉价的赌约吗 在我看来 你根本配不上他这份 如同金子般的爱 柳如烟震惊亮枪的后退 我 我不知道柳豫步步紧逼 一字一句如同刀子般 你可是高高在上的 柳心财团的千金啊 哪里见得到这贫民疾苦呢 在你随意挥霍他赚来的钱的时候 可曾想过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柳如烟犹如晴天霹雳 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敢相信 他嘀喃道 石玉 我真的错了 柳豫帮我从走廊角落捡起了戒指 那是一颗几乎小到指缝的钻戒 但倾注了我全部的爱 我拿到戒指后 想一个人静静 便让柳豫和柳如烟离开 柳如烟走到出租屋楼下 但他没走 坐在一个石凳上 我站在窗边 看着他 但他看不见我 以前 他就喜欢这样 坐在同样的位置等着我 手机响起了 如果当时 红雨瓢泼泛起了回忆 怎么前 你美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 柳豫的电话来了 他跟我说 快下雨了 柳如烟不肯回去 果然很快 天 下雨了 秋雨急促 如瀑布一般落了下来 他单薄的身体 一下子被打湿了 柳如烟抬起头 美眸中仿若有晶莹在流转 我看着他的美目 突然好想哭 哗啦啦 我摸了摸鼻子 大团的血液染红了手掌 低的白衣服上到处都是 哼 我悲凉的笑了一声 摇摇头 看来 我真快死了 原来死之前 人的心境反倒是平静不少 我随意拿着纸巾擦干血液 忽然我好想回家 我想见一面父母 自从上大学后 我跟父母都是电话联系 已经数不清多少的新年 没有回过家了 我拿起电话 妈 我想你了 话一出口 我的眼泪就绷不住了 止不住的往下落 妈妈与其开心无比 好呀食欲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大闸蟹 秋风起 谢黄肥 老头子 咱儿子终于要回家了 我说 下个月回去把爸爸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儿子 你可得把你女朋友带回来哦 我可跟亲戚邻居炫耀过了 我儿子找了个笑话女朋友呢 我握住电话 举着离自己很远 因为我快控制不住 即将绝地崩溃的情绪 眼泪止不住的流下 我声音都在抖动 用尽全力才发出一句问 电话挂断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崩溃情绪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瓢泼红雨中 柳如烟冷得浑身发抖 她一边哭一边翻转与我往事的照片 然后 她开始给我转账 每一个转账 都备注了同样的内容 柳如烟的自愿赠与不同的内容则是 这里是两千万 给老公买别墅用的 这里是五百万 给老公还贷款用的 这里是一千万 给老公爸妈养老用的 这里是三百万 给老公买喜欢的东西 用的这里是四百万 跟老公居鼓浪雨 西双百纳 导成亚丁用的 这里是五千万 给老公用来当彩礼 取柳如烟用的 这里是两百万 跟老公生的小宝宝的奶粉钱 在有的人眼里 碍是一阵风 静止了就安静了 在有的人眼里 在她的眼里 爱到底是什么 自我感动 演戏到足以欺骗自己 我主动打通柳如烟的电话 她很高兴 以为我想通了 但我一句话将她打入谷底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这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分手 也是最后的一次 说完后 我挂断了电话 与她再不联系 后面的日子 我咳嗽越来越厉害 过老死仿佛是不可逆的疾病 无论我怎么休息都没用 但柳如烟 并未因为我提出的分手 就结束了 她反倒变得更加热情主动了 当初我追她三年 怎么追到手呢 现在她就开始对我猛烈的倒追 她给我做爱心早餐 给我买衣服 手表 鞋子 甚至还每天送我一束花 为了离我更近 她既然让她爹 将我锁住的出租屋 整栋楼都买下来了 每天我就听见她 搬个小板凳 坐我门口喊 叶石渝 我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大闸鞋 求求你开开门好不好吗 就尝一口人家的手艺嘛 而她所做的这一切 在我看来 不过是通过这种 看似爱我的行为 实则是补偿她 一直以来内心对我的亏欠 终于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开了门 柳如烟穿着很朴素的衬衫 穿着花裤子 一副居家女人的模样 她一看我开门 顿时露出惊喜的笑 石渝 你终于肯给我开门了 你是不是想通了 要原谅我了 我看着她 忽然觉得有些可怜 因为我快要死了 而她到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她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表情又会是怎么样呢 柳如烟见我不说话 她就主动开口 我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大闸蟹 你要不要吃 可以 太好了 柳如烟开心的不行 赶紧去我对面出租屋 搬了个盆出来 里面是黄灯灯的大闸蟹 饱满多汁 香气十足 我突然问了一句 大闸蟹是含粮食物吧 柳如烟点头 对啊 少吃一点没问题的 我默默拿着大闸蟹吃了起来 好吃不 嗯 那你原谅我了吗 可以话音落下 柳如烟愣住了 忽然就哭了 呜呜 叶时宇 你终于可原谅我了 我这段时间真的好不容易 我哪里照顾过人 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 失去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 就在这时 柳如烟踢着一些补品走上来 他看见我跟柳如烟 坐在楼道里吃大闸蟹 忽然间 柳如烟扔掉手中的补品 急匆匆地走上来 他一把推翻了满桌的大闸蟹 柳如烟 你疯了 给他吃这种寒性的食物 你是嫌他活得太长 想要早点让他死吗 看着满地被推翻的食物 柳如烟气得直掉眼泪 柳如烟的后半句话 直接将他给说得呆住了 什么 什么意思 我嘴角擒着笑容 叹道 终于吃上了最喜欢的食物 柳如烟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他焦急地说 夜食欲 你赶紧跟我去医院洗胃 柳如烟一看 我被柳如烟给上手牵住 他醋意大发 连忙喊道 柳如烟 你这个臭狐狸精 赶紧松开我男人的手 你别想跟我抢男人 柳如烟气得浑身发抖 大骂柳如烟 你这个蠢货 夜食欲因为过劳成疾 同时患上心梗和胃癌 这事情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就在这时 我感觉自己胃部翻江倒海 一股热流从喉咙吐了出来 刹那间 整个楼道 以及两个女人的身上 全部都被我吐满了鲜血 而我一头扎倒在地上 失去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我再次醒来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躺在一家高级医院的病床上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努力回忆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 就在这时 病房门被粗暴地推开 外面进来了一群 穿着大牌服装的富二代 我认出他们 正是那天晚上跟他喝酒的男人们 不过 这群人的眼神充满了愤怒 似乎想将我生吞活泼了 夜食欲 你到底跟柳如烟灌了什么迷魂汤 为什么他突然要跟我们所有人决裂了 我就不明白了 柳如烟堂堂的柳星财团的千金 小白脸明星明显更是激动 夜食欲 都怪你 如烟姐已经停止了对我的资助 我刚有机会进剧组拍戏 现在戏也黄了 你害我失去了大红大字的机会 都是你的问题 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激动 甚至上手来推扫身为病人的我 出手 你们不要碰我老公 病房门被推开 柳如烟慌张地跑到我的面前 拦在我的面前 这群男人看见这一幕 一个个气得难以置信 不可理喻 小白脸急得快哭了 如烟姐 你不是答应我要捧哄我做大明星吗 还有 我到底哪里比这个男人差了 论长相 我比他帅 论家境 他没我好 而且我现在小有名气 有不少粉丝 但我愿意为了如烟姐 在事业的上升期公布恋情 说着 这小白脸当着所有人面前跪下了 如烟姐 你嫁给我好不好 她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 鸽子蛋大小的钻戒 而这是我这辈子都买不起的东西 柳如烟显然不耐烦了 她一边笑着哄我 食欲 你安安静静地休息 一切事情我都会解决好的紧接着 柳如烟冷傲转身 换了张脸 赵雨鸣 你要再继续闹事下去 信不信我让你在娱乐圈身败名裂 小白脸下的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还有你们 在病房里大吵大闹 如果影响了食欲的休养 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破产 其他人也是瑟瑟发抖 不敢出这个眉头 最终 所有人都憋屈地离开病房 病房终于安静了 我知道 柳如烟是真的后悔了 他应该是真心地爱上我了 我说 你没必要为了我跟朋友们 决裂柳如烟摇摇头 用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只有你 才是我生命的一切 我冷笑一声 这话 听起来多么像是我才会说的话 从他的嘴里听见 我竟然感到几分莫名的可笑 他说 我已经联系了国外顶级的医疗团队 我们明天就去国外治疗 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 所有的医疗费用都不用担心 我将头歪过去 说了句 不去无论柳如烟各种哄我 安慰我 都我发笑 我终究没再看他一眼 趁着柳如烟不注意的时候 我拔掉身上的管子 换上了普通的衣服 偷偷离开了医院 身体又不争气地咳了起来 鲜血秃在手上 此刻 我只有一个念头 回家 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 这个执念成了谨慎维系我生命的稻草 我的脑袋越来越痛 脑梗似乎开始发作了 然后 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师父问我 小伙子 你要去哪 突然 我耿住了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 我家 我突然泪流满面 因为我忘记了我家在哪 甚至 父母的样貌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模糊 我不要 我不要忘记他们 不要忘记我最亲爱的家人 我又醒来了 眼前是一望无际碧蓝色的海 软绵绵的沙滩 还有孩子在沙滩上打排球 我的头上绑着厚厚的绷带 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医生 检查我的身体 一个看起来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夹杂在他们之中 她的手中戴着一枚几乎看不见钻石的戒指 我能感受到 她跟其他人不一样 她看着我的时候 眼神中流淌的是爱意 可惜我不认识她 这个女人推着轮椅 带我在病房外吹海风 晒太阳 她忽然问我 叶先生 你有女朋友吗 我摇摇头 不知道 想不起来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回头望了一眼对方 她长得很漂亮 素雅的白裙 扎着细长马尾 阳光下朝着我明媚一笑 我总觉得你好熟悉 她惊喜笑道 你记起来了吗 我摇摇头 她美眸暗淡下去 但很快又鼓足信心 迟早你会想起来的 她对我很好 亲自给我下厨 为我吃饭 还帮我洗澡 我则下意识地配合她 两人熟练的动作 仿佛是已经生活五年的老夫老妻 她问我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不知为何 我脑袋里蹦出了一句话 去古浪语 去西双版纳 还要去道成亚丁 忽然 我看见她哭了 她蹲在地上 将头深埋 哭得很大声 不知道为什么 看她哭的时候 我鼻子也酸酸的 我也好想哭 但我不认识她 后来 她带了去了古浪语 到处都是浪漫漂亮的拍照景点 她推着我 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但我的记性 越来越差了 我开始遗忘 每一个昨天发生的事 在我的生命中 只剩下了当下 没有了过去和未来 她带我去了西双版纳 但我没办法爬到大象身上 后来 我们去了道成亚丁 可我却忘了一小时前 才看见的美景 我们坐在公路边 夕阳从群山间慢慢隐去 金色的余灰 落在我和她的脸上 她满脸幸福地看着我 轻声呢喃 石玉 你原谅了我吗 我感到好累 头枕在她的双腿上 忽然我脸上湿湿润润 原来是她的眼泪 滴在我的脸上 石玉 你快醒醒 千万不要睡着了 医生马上就来了 我宁愿你恨我 骂我 打我 只求你别离开我 有人说 人死之前 往事会像走马灯一样 在面前划过 我终于记起了她 可这次 我真的要死了 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 努力抬手抹去她的泪痕 发出谨慎的声音 柳如烟 我原谅你了 但这一次 我再也没有醒来 道成亚丁的秋风很暖 也很凉 群山间吹来的风 伴随夕阳的影去 终究是平址了 爱意随风而起 归于风溪之地 半小时后 一辆满载医生的救护车 赶到路边 发现一个女人 坐在路边 在她怀里 紧紧抱着另一个男人 等到医生走近之后 才看见女人的手中 拿着一把染血的刀 全闻完 接下来的男人 长发现 阅读